am whatnews在星期日的黄昏时间 其实就看过一下今天的新闻之后 我发觉其实今天都是楼市新闻 值得大家关心 第一就是财政司司长陈暴波 他说了在不影响楼市 就是不火上加油 或者影响银行风险情况下 就会研究帮助有能力供款 但首期不足的上车客 说得简而言之就是说 在现在的楼宇按揭的乘数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转弯的余地 另外其实他也提到 那些所谓商购印花税、顾外印花税 或者买家印花税这些措施 在现有阶段来说 其实他们就不会考虑放宽这些措施 其实陈暴波的逻辑思维很简单 就是说他将和银行体系有关的 这个案件乘数 就视为是可以有得谈的一个所谓的拆解 或者一个解套的一个压抑楼市的措施 在现有大家都开始怀疑进入下跌轨的这个楼市的状况来说 其实他这番说话 我觉得可以说是证明了楼市 基本上政府都是看到有一些风险在那里 就是说在现有的阶段来说 其实他不会选择将一些所谓印花税措施解套之余 其实就相反了 他会在这个帮助一些有能力去供楼 但是或者首期不够的人士去买楼 那有些人就立刻有一些反驳出来说 喂其实这个会不会是令到 那个的现在一些想买楼的人 其实摘了火棒呢 其实很多这个说法就不太理智了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老实说 如果你说看回现在的楼市的成交量 一直以来我就真的不知道 那些讲这些说话的一些政界的朋友 他们的逻辑是怎样想的 因为在过去这十年八座里面 当这个金管局实行了这个 很低乘数的按揭这个指引之后 其实就益了这一手的发展商 因为他们有很庞大的一个资金 去做这个物业的议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长期了 在过去那五六年呢 那个一二手成交的比例呢 都相当之畸形发展 反过来说呢 其实这个呢 也是令到呢 发展商呢 某程度上呢 对楼价的华视权呢 是增大的原因来的 那再加上呢就是说呢 其实呢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其实呢 一些的副产品也都出现了 因为楼价呢 就由这个发展商呢 那个主导权 相对比较大的情况下呢 自然夹高了 夹高了的话 再下一步出现什么状况呢 就是出现了呢 就是说呢 楼价高就唯有 越起就越小了 这些单位 那所以这个纳米楼的形成呢 其实呢 多多少少呢 我觉得呢 都跟这个 就是楼价的按揭乘数呢 过低是有关的 那而且呢 其实呢 你看看呢 香港的银行的 那个 的稳健程度呢 我想在世界来说呢 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但是 是不是真的这样 就为之最好呢 其实反过来说 其实银行呢 有一个的 基本上 天生出来的功能呢 就是说呢 去做这个放款 去做一个借贷的这个业务 去从而呢 引致呢 或者可以说的 从而呢 是令到呢 经济的活动呢 能够呢 是得以呢 就是继续呢 循环的 但是现在很明显地呢 你看回呢 过去呢 啊 美国的加息周期里面 就已经加息了九次 在过去这两年之间 但是为何香港银行 仍然可以只是加了两次呢 其实就告诉大家 香港是有一个 极大的一个水浸的问题 是 你不要说了 很多人就会说 其实是很多呢 就是因为 这个外来的资金呢 就充斥着香港的市场 不过想告诉大家听 有两个更加值得大家关注的点 第一 就是香港有六成的 这个物业已经供满了 那这些的业主呢 其实手上的资金呢 无论是出租也好 或者是自住也好 他们的储蓄能力 和这个租金收入的那个升幅呢 都相当之显著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会令到那个 香港的储蓄比率越来越高 还有呢 这个不是只有%的问题 还是那个总量的问题 第二呢 就是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亦都呢 令到呢 香港呢 在一个超低息的环境下呢 其实这个是不是很健康呢 也都不见得 因为呢 其实每一件事都是有成本的 那在香港一个这么低息的环境下呢 其实呢 是令到呢 那个其他的借贷呢 是不断需要增加 才能够维持到银行的盈利能力 那所以大家就会见到 很多私人贷款呢 其实现在的借贷成本都越来越低 在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呢 这些无抵押贷款呢 的不断上升呢 其实对于长期那个的银行稳健性呢 我觉得也是有害无益的 而另外一点呢 其实呢 今天呢 就另外一个呢 特区政府的首长呢 也都有发表到一些关于楼市的言论 这个就是特首林郑月娥 在接受香港开电视的节目 《开来见我》的访问里面呢 他提到呢 有一点相当重要的 他就说了 出售资助房屋的定价呢 是需要与市场脱欧 这一点呢 可圈可点 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想呢 未来来来说呢 大家都可以预计了 除了你说之前呢 上一次我们提到的 这个 这个 由这个房协做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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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折扣额之外呢 大的折扣额之外呢 其实呢 我想呢 一些居屋呢 都应该来说呢 那个折扣率呢 都应该有一个 上调的空间 在这样的话呢 应该呢 其实呢 从一个正常的逻辑推论呢 未来呢 政府房屋呢 就可能呢 这些资助的出售房屋呢 和一些私人楼 他们那个的 啊 大家互相 紧购的 那个 价格的这种 位置呢 或者这种情况呢 相信呢 就真的呢 有机会呢 就越走越远 究竟会不会出现 新加坡的组屋 和这个私楼的那种 关系呢 啊 我觉得呢 就真的呢 相当之大机会呢 有机会出现的 好 今天的时间呢 就已经over了了 明天呢 和大家呢 再谈过其他的话题